2020年美加坡实力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 C组第二轮 中国队在主场对着韩国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中国队身穿红色的球衣 韩国队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 准备他们在中场启用了防守能力更长的朴仲宇 这球抢没问题 我得控制一下节奏 重点照顾的人物 今天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够踢出上一场比赛带来的威胁 刚才这次摆脱之后 斜船找吴磊 这时候的预判很准 给到中场 王上元看了看 吴磊 这个球的线路是找手的保护来讲的 还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黄喜灿在边路的一次个人的强突 打乱了在局部中的防守保护的判断 尤其是张立鹏想上没上的这一下 犹豫了 给了黄喜灿继续向前突的空间 这样让他获得观察曹归城位置的机会 也完成了最后制造点球的这个传球 所以这样级别的比赛 在这个强度 在这个速度情况下 确实对场上队员来说 犯错的空间非常小 犯错的这种思考的时间也很短 刘彬彬 今天在防中国队的接应点的时候 吉林在那几次都提前到位 防喜灿 和对对手做动作的观察呢 又重新回到开场的那个比较 比分上的落后呢 是暂时的困难 但是你只有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保持住冷静 而克林斯曼上任之后呢 在今年的9月份 他们1比0击败沙特之前 实际上韩国队的比赛成绩呢 也不理想 才有机会找反击 这边是曹归城 张立鹏在跟 向另外一侧转移 那边已经看到位置好了 船中的质量落到中间 投球 谭龙抢下来之后 无来 再摆度 金鸣哉完成了一次 投球的解围 落下来之后 这是机会无息 倒在了门前 进攻的尝试 右路起球 船中呢 找谭龙这个落点 第一下呢 是争生炫 破坏出来 随后呢 无来的投球百度呢 想挑过金鸣哉 离可 能不能给出去 哎呀 这个球 没有直接找无来 还想转移 其实刚才无来的速度 已经起来了 这个时候 无来呢 需要冷静 需要冷静 因为他在下半场比赛 开场的时候 他就跟主裁判 贾希姆德 有过申诉 结果可能因为 刚才的这次申诉呢 贾希姆对无来 有所不满 向无来出示了黄牌 无来需要冷静 虽然王上元有犯规 但是韩国队还在控球 主裁判认为是攻方有力 位置下坠很快 张宇宁如果能向后蹭 也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但是因为刚才 他已经把身体甩出去了 封线上的曹龟成 这个球呢 其实对曹龟成来说 也有点慢 但是呢 球落下来之后 造成了连串的混乱 有出色的表现 孙兴敏 做跑 上门 上半场比赛 打了十分钟 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之后 在分边 严均的这下 扑托扑扫 在补 没有抱住 弹龙 这个防守的位置 是 做一个战术配合 向往后连走 横向的保护要小心 孙兴敏 打远端 严禁立功了 这球疯得好 发到前面 孙兴敏 投球百度到后连 这个球蹭了进去 在限度上呢 原本以为他是百度 没想到 比赛办事一比赛继续 交给孙兴敏 韩国队的反击 在朱晨杰的身后 需要保护 这边韩国队过了门将 选择 打门的这下 中国队顽强地救险 朱晨杰 这次防守非常关键 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之后 在分边 严均的这下 扑托扑扫 再补 没有抱住 谭龙 这个防守的位置 选的不太理想 还是李刚仁 这是替补登场的薛英佑 拨给了孙兴敏 孙兴敏选择 打一脚远射 孙兴敏来罚 在中路投球 被顶向了圆脚 中国队还是没有防 比赛当中韩国队获得了九次脚球 今天中国队对于脚球的限制 已经比较成功了 孙兴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兴敏